2023年中国春运7日开启 记者1月6日夜叹华中地区最大动车检修基地武汉动车段 当晚11时许记者在该基地看到 白天运行的动车组晚上返回这里进行全面的养护和检修 95后地勤机械师李彭辉告诉记者 很多人都认为动车养护只是打扫车厢卫生 其实不然 动车组在进入检修库前 首先要经过被称为咽喉地带的动态诊断区域 通过动车组动态图像检测系统 高压受电供检测系统等动态检测设备 对动车组车顶走行部等位置进行全面检测和数据采集 详细确认动车组是否存在异常 动车入库后 李彭辉和同事们手持手电筒 对车体转向架轮队等各部间进行检查 正常我们动车组进行一次一一修需要两个小时 同时需要四名作业人员同步作业 我们每天需要在库内检修至少五六组车 仅是一个小组 同时我们每天在库内这个库长四百多米 频繁地来回走 需要走将近两三万步 李彭辉表示 动车检修对精准度要求极高 大道车身外观小道螺丝钉机械师们都得一步步看 一尺尺量 确保每个零件丝毫不差 每个部件状态良好 保障列车安全 春运跟我们日常工作量相比来说 春运需要付出更多 因为春运载客量增高 我们车组需要上线更多 同时我们夜边的工作任务也需要加重 每天晚上可能比一往比 我们要下边更晚 走的步数要更多 地勤机械师屈也 在武汉动车段负责列车接送和空调维修工作 参与了七次春运 他告诉记者 随着春运来临 武汉动车段日均检修数量比往常翻倍 每天平均要走三万多步 虽然说春运工程量增大 增加然后比较辛苦 然后就是看到旅客朋友们能够安全 回家 给他们的地我感觉也十分有意义 据武汉动车段武汉动车运用车间副主任 廖福芳介绍动车检修基地承担华中和华南地区动车组检修任务 覆盖京广 护汉荣等客运专线 武汉动车站占地2,200亩 有200个足球场那么大 然后我们动车段能够存放130类动车组 现在春运的这个检修任务量也在急剧的上升 日常的话 春运开行的话是在100 100列以上 2009年高铁首次加入中国春运大军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5.5万公里 其中高铁4.2万公里 稳居世界第一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初步分析 今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20.95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99.5%